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靠着一点爱意活到了18岁 因为我不是养父母的亲女儿 所以我并未渴望盛大的 热烈的 豪华的成人礼 但却也没想到我被判了无期徒刑 嫁给陈勉 准确来说 是让我讨好陈勉 让他松口注资凳架 可陈勉何人 港式杀伐果决的商业大佬 但这人行踪莫测 做人十分低调 传说他不惜女色 总之 带着墓地靠近陈勉的人 下场都不会太好 游记的 当时我一脸震惊 茫然 以及不敢置信 颤抖问 为什么 养母一改昔日笑脸 胆了胆袖口的灰尘 不屑道 真以为自己是我女儿 是了 我不是亲生的 忘了说 姐姐邓宝珠才是她亲女儿 成人恩惠 岂能不报 就这样 我提着个行李箱 被养母打包 送至了陈勉别墅中 屋子很大 内里装修暗黑风格 站在阳台眺望山脚 海浪铺在巨石上 竟有些阴森可步 好似在说人类很渺小 又好似在说 邓昭和 你的未来永无天光 思极此 我下意识后退半步 嗣啦一声 我回过头 顺着声援望去 二楼阳台处着一个男人 年纪不大 混血五官 此刻脸色淡淡 让人猜不透她此刻在想些什么 半晌 她一步两步走下来 坐在沙发上 一手加烟 一手有节奏敲着桌面 叫什么 文言 我抿了抿唇 邓昭和 她点点头 又说了句 怕我 语气很平 但莫名有一股 无形无影的压迫感 我咽了咽口水 摇头否认 谁知 她楚面烟头懒懒道 当老婆 还是当妹妹 这句话就好比 勒在脖子上的麻绳 若回答不好 出门左寡好走不送 只是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我手指快要把裙子搅烂 深吸一口气低声说 老婆 此话一出 她指尖一顿 随即起身向我走来 一步两步三步 距离越来越近 她是手握生死大权的恶狼 我是带宰的羔羊 本能的 我后退半步 然而她动作极快 一把掐住我下巴 俯身低声道 你知道我是陈勉 我一正 对上她黑眸两秒后点点头 见状 她用拇指抹扎了下细嫩的皮肤 最终她吃一声垂眸道 我没那癖好 陈勉这人说到做到 她并未把我当老婆 反而挥挥手 让管家带我去客房留宿一晚 我听管家说 陈勉是觉得邓家不做人 什么阿猫阿狗都送上门 不过 我很高兴 虽然不明白开心从哪里来 但还了邓家恩情 也不用卖身求容 这怎么算都是一次 奖励丰厚的试探 于是乎 我沉沉睡去 完全没注意到房门开了有关 隔日 我再次收拾行李 准备跟管家告别后 就离去自力更生 在这个太平盛世 我相信有手有脚 就一定能混口饭吃 至于学费 办公办读 也不会有很大的压力 然而 我走到客厅 就见陈勉单手胆烟灰 另一只手握着手机 再说些我听不懂的话 本想越过她走向大门 谁知陈勉回过头 打量几秒后歪了下头 示意我乖乖做好 我一愣 是这个道理 不跟主人家道别的话 的确不太礼貌 陈勉这边很快结束通话 先眸看了我几眼 陈生道 去哪 啊 哦 我回过神 把想一整夜的话说了出来 陈总抱歉打扰了 既然你没这个意思 那我就先走了 说完 我只觉脸上火拉了 第一次如此大胆 但却说了这种 自见整袭失败的话 果然 陈勉动作一顿 好整以侠地看了我几秒 随后才择了句 邓家明说你是我的 嗯 是这样说没错 但他不是拒绝了吗 我眨了眨眼 一脸不解 下一瞬 他伸手弹了下我额头 冷声道 你倒是不知休 上大学了吗 就要做人老婆 煞时 我瞪大眼睛 正想说话 他却敲了敲桌面 正好我这儿没人住 你就当我妹妹吧 我点点头 几秒后 我才反应过来 一脸震惊 见他沉默地点点头 此刻我只有一个想法 老天爷 这传说中的大佬 是不是换人了 但不得不说 做陈勉妹妹 还是有几分好处 一是不愁吃喝住行 二是不愁学费生活费 三是不怕深夜 会被人吓醒 然而 凡事都有两面性 好处多多 但坏嘛 也不少 比如此刻 陈勉身边那一圈太子党 聚在家中喝酒放松 陈勉坐在主位 神情放松 好似被身边哥们说的话 逗笑了 当然 这种快乐热闹 不属于我 看着托盘里的冰块 我叹了生气 造孽啊 为何偏偏要在管家休假 这天聚餐呢 哥哥 你要的冰块 我将托盘放在桌面 也没看在场人一眼 欲转身就走 谁知陈勉拽住我手腕 淡淡道 坐下 话音一落 在场其他人面面相去 半嗓才有个人说 陈生 你哪来的妹妹 语气 藏着若有若无的戏血跟调侃 我身子一僵 使尽全身力气 从陈勉手中抽回手 随即起身 看了眼陈勉 又看了眼其他人 沉默地回了房 大概是在说 我不懂分寸 没有眼力见 自耐日起 陈勉再没回来 但是 他也不知是报复 还是觉得我 小家子气上不了台面 他给我请了很多私教 高尔夫 骑马 格斗 游泳 瑜伽 我说不出拒绝的话 只能硬着头皮上课 开学前夕 把瑜伽老师送出门的那一刻 我终于能松口气 有钱人家都这么拼的吗 我想不太明白 简单洗漱一番后 就沉沉睡去 半梦半醒之间 我只觉口渴难受 然而意识慢慢回笼的那一刻 我顿时心跳如肋骨 有人 鼻腔里浸入一道好闻又熟悉 且带有一丝淡淡酒味的檀木香 是陈勉 他怎么回来了 心跳扑通扑通 我装作熟睡翻过身 背对着他 试图能让自己放松一下 然而下一瞬 脖梗被大掌裹住 陈勉他只需用力一捏 我一定会 好在几秒后 他又松开 也并未说一句话 就关门离去 直至嘎吱声传来 我猛地睁开眼 大口喘气 好险 差点就一命呜呼了 不过陈勉他到底要做什么 这个问题我揣摩了好多个月 但迟迟未有答案 一是他要么非国外 要么去内地 二是我学业繁忙 社团活动多 无暇分心去思考 昭和 说话这人是同部门的学长 他拍了拍我肩膀 去茶餐厅吃饭 西多市跟煎猪排一流 我重重地点点头 恰于饭点 茶餐厅人很多 老板大概是跟学长认识 他很快就收拾了张桌子出来 快吃 剑菜端上桌 我抬手示意 学长抿嘴一笑 边吃边说 昭和 想不想夜爬太平山顶 文言 我一正 先是迟疑地 看了眼手机置顶那人 自从跟他加了好友后 对方只有一句话 暗示回家 此刻 大概是他多日不回家 也大概是想看一眼绝美夜景 我把手机翻了面 答应下来 港市繁华 夜景震撼 游客也多 学长大概来了很多回 熟门熟路地带 我爬上观景台 夜风凉爽 吹去了燥热 但也带来了烦恼 昭和 我恩了一声 礼貌等着学长继续说话 我很喜欢你 话落 我猛地后仰 愣得道 你在说什么 哪知学长一改斯文模样 大掌拽住我手 一正言辞道 我说真的 见到你第一面 我就深深被你吸引了 做我女朋友 好吗 坦白说 我是真没预估到 学长对我有这心思 更何况 我也并未喜欢他 思绪吕清 我用力抽回手 说 学长我 话没说完 我腰上一紧 重重地 撞入身后人怀里 我正要挣扎 却听到了熟悉的声枪 他不可以 是沉眠 煞时 我身子僵硬起来 一时也不知该做些什么 但这一幕落在学长眼里 他气得胸口一鼓一鼓 反问 你是谁 放开昭和 然而下一秒 学长四周 窜出几个凶猛 且戴墨镜的保镖 齐刷刷扣住他的肩膀 本能的 我拽住陈敏袖口 连忙叫停 哥 他是好人 话落 我只觉这片小天地 都静了下来 腰上那首力度更重 下一瞬 我被他拖着下巴 四目对视 陈敏嘴角微微勾起 看着不像是生气的样子 于是我抿了抿唇 轻声道 哥 你别为难学长 话落 陈敏没应声 大长改为 拽住我手腕 转身走时挥了挥手 示意放人走 往前 亮枪走路时 我回头看了眼学长 此刻他脸色黑沉 眸里却闪过一丝诧异 学长他 也要跟我保持距离了吗 砰的一声 车门关上 司机很有眼力见地 升起挡板 我紧贴车门 没敢看陈敏 也不知怎的 他没有凶过我 也没骂过我 但我还是觉得 他脾气没那么好 能在上海沉浮 并踩着至亲白骨上位的人 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人 但是 我错了 自从上车后 陈敏看都没看我一眼 他边揉着眼角 边回复信息 要么就是接电话 可他这么忙 怎么知道 我去了太平山顶 司机死 我偷偷瞄了他一眼 殊不知 他也正好看了过来 五秒过去 我偏过头不说话 直至车停在家门口 我硬着脖梗下车回屋 慢着 吐 陈敏转了转脖子 示意我坐到他身边去 嗯 哥 你这不说话的样子 真的好恐怖 我深吸一口气 双手握拳坐在他边上 等他给我来上一道 我有没说过 按时回家 我点头 把我画当耳边风 还跟男同学去爬山 我咽了咽口水 垂眸没反驳 之后 他也没说话 但我知道他在看我 也不知过去多久 久到我脖子僵硬 他终于发话 明天陪我参加个晚宴 说地 我抬起头 差一道 我 大概我这样子是真的蠢 他静静看了我很久 然后才低头看了眼时间 随即摆摆手 示意我回房休息 好吧 反正周末也没其他事 然而隔天化妆师 礼服师上门后 我才意识到 陈缅应该是很重视这次晚宴 否则这么大手笔 请人来 是为哪出 不过 有钱人的确是会享受 整个过程我 没有一丝的烦躁 反而有种昏昏欲睡的感受 忽然 门从外打开 陈缅走了进来 见到我那一傻 他脚步一停 目光从上到下 从下道上打量一番后 他走了过来说 挽着我手 哦 路上 我从他嘴里套不出一句话 直至下车前 我拽住他手 如果我待会闯祸了怎么办 闻言 他书弟倾笑 第一次 我从他脸上 看到这种放松 又好似你在说什么 蠢话的表情 他拇指妈撒了我虎口 沉声道 踏什么 出事我给你顶着 这话一语成衬 晚宴级别很高 有达官贵人 也有当红明星 还有熟悉的人 邓家父母跟女儿 陈缅一进门就被人喊了去 他让我乖乖坐在茶席区吃点东西 可他人刚一走开 邓家人来了 昭和 养父母晒晒一笑 脸上是毫不掩饰的打量跟试探 陈生对你蛮好的 我恩了生 谁知邓宝珠翻了个白眼 语气反常阴冷 你得意什么 很快你就会被赶出去了 我一正 不太明白他在说些什么 紧接着 养父母轮番给我吐槽 说家里情况不好 说公司业务线卡了好几条 又说资金流断了 我听完总结出 要钱 要资源 要人脉 还有要窃取机密 可惜 我并不打算掺一脚 见我面色淡淡 养母急了 当即推了我一把 目到 臭丫头 是谁把你养大的 你这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活该你爸死得早 接着 邓宝珠也择了声 埋怨 还真以为 飞上枝头 变凤凰 沉眠如果结婚 你分分钟被甩出门 两人声音很大 煞时四周 投来数到 意味不明的视线 我下意识地后退半步 正想开口反驳 下一瞬 肩膀搭来一个手掌 强而有力 他不会有这一天 整个大厅 也梳地安静下来 有种风雨欲来的 沉闷死寂气息 但不妨碍 我从其他人眼里 看到了惊讶 疑惑 打凉 以及 不可思议 好似在说 有意思 什么时候 我沉眸的是 沦为了谭姿 语气很淡 但我知 邓家人知 现场其他人也知道 沉眠心情很差 浑身都犯了一股 没有实质 但能逼得人 低头垂眸的力气 沉默片刻 邓夫率先打破冷宁的气氛 拱手致歉 对不住了陈老板 是我没管好 交不好就去死 邓夫一噎 脸色墨地黑了下来 似是没料到 陈勉这么不给面子 半晌才愣愣说了句 不会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紧接着 他一手拽着邓母 一手拽着邓宝珠网片听走 至于我 手指抹撒 一眨不眨地盯着窗边的男人 邓昭和 我恩了一声 不解地看着男人除灭烟头 一步两步地走过来 你有脾气吗 长着一张嘴 光吃不会骂 心里不舒服 也不敢说出来 我 不知为何 在对上他眼眸几秒后 我的胸口好似被一口气堵着 眼眶里不禁有了热议 不一会儿 眼泪就大滴大滴往下掉 偌大的套房 只听得见我的抽气声 陈勉 你 我低下头 避开他复杂的视线 抽掖着说 不是的 只是 只是什么 怕我出尔反尔 怕我没给你兜底 真相被戳穿 我一时有些脸热 吞吞吐吐半天 也没敢说出一句话 就在这时 陈勉叹了生气 紧接着掐着我的下巴 四目平视 他怀儿重道 叫我什么 我不解 但还是诚实回答 哥哥 他点点头 说了句 哥哥保护妹妹 不成 还有 他们要你从我这偷什么 扑通 扑通 心跳在这一刻 激进要冲破表皮 我压然看着他 几秒后才轻声道 港会院码头计划书 邓家表面看似风光 实则内里债台高筑 尤其邓父私下爱赌 邓母邓宝珠挥霍无度 这个世家 恐怕撑不了多久 因此 邓家人才会在宴会上 不顾脸面 试图拿到一丝 挽救邓家的可能 当然 我没被陈勉赶出家门 这一点 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尤其他手头上 正握着大项目 港会院码头计划书 这关乎接下来市场的变动 跟配套产品 若沾上扁 邓家的却是有机会盘活 甚至在上一层楼 思极此 我嘴角搭了下来 没再多说一句话 邓陈勉像摸狗一样 揉了揉我的头 这种体谅的项目 招标一视同仁 不过 他顿了顿 黑漆漆的眼眸 好似闪过一丝晦暗 半晌才意味不明地笑了笑 你要 拿去便是 昭和 你这孩子没白养 邓夫邓母对视一笑 随后指了指 角落处的两个骨灰盒 笑呵呵道 诺 拿去吧 紧接着 邓夫大步往外走 邓母则是捋了捋额边的碎发 慢悠悠地走上楼 吊漆的木头漆盒 我聊起上衣一脚 擦掉表面上的灰尘 几秒后 嫩嫩道 爸妈 我们回家吧 哪知一转身 邓宝珠不知从哪里冒出来 音测测说 挺有本事啊 倒还真攀上了陈勉 说完 他又从头到脚扫尸一圈 哼笑了句 就是不知道 陈家能不能让你进门了 我醋眉冷脸 你想说什么 听说陈勉未婚妻要回国了 你说 他会让你继续住在那里吗 与你无关 我没再搭理他 收回视线就要抬脚走 可下一瞬 我脚背一撩 整个人猛地往前扑 砰 骨灰盒被甩出去 最后重重地甩在草地上 就在此刻吹来一阵风 里边的骨灰部分随风吹走 部分撒在草上 顾不上手腕被擦伤 我哆嗦着身体往前爬 试图用手捧回盒子 水料下一秒 仆人拿来水管滋一声 冲走所有的痕迹 邓昭和 你休想过好日子 你这种人就该烂命一条 你爸妈是 你也是 是吗 不尽然吧 也不知从哪涌起了一腔勇气 我死死揪住邓宝珠的头发 张嘴咬住他的脖子 恨不得能撕下一块皮 名字 邓昭和 家属 回答 警察声音猛地大了起来 我下意识闭眼 脱口而出 沉眠 这句话直接硬控警察三秒钟 只见他凝眸冷眼 半赏财啊了一句 老实点 等人来 我 瞅了瞅一旁 瞪眼头发凌乱 脖子红很严重的邓宝珠 几秒后 我收回视线 低头垂眸凝思 也不知他会怎么想 也不知过了多久 问询是门从外打开 抬头一看 是沉眠 脸色无比黑沉 额前碎发乱了一些 有种从会议中抽身而出 匆匆赶来的济世感 害怕 男人声音低沉 明明语气没什么起伏 可听起来 就像是在问责 我心一颤 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下一瞬 陈勉伸手拖着我下巴 左转转右转转 几秒后缩回手 对着后方的律师 歪了下头 车辆镜子开往别墅 我咽了咽口水 余光偷偷打亮着 一旁的男人 陈勉懒懒靠在椅背上 眼皮都懒得掀起 左手夹了根烟 不点不抽 反而一直接电话 跟回信息 对今日之事 既没询问 也没责骂 骗客 他终于放下手机 指腹捏了捏鼻梁 华儿重道 明天加练格斗客 文言 我微微一正 不解地看向他 下次要打赢 我 明明就没输 好吗 我是这么想的 嘴上也这么说了 殊不料陈勉闷笑一声 挑眉说 那你手怎么回事 顺着他话看 我煞时呼出一口浊气 闷声道 是意外 但不管是意外 还是太弱 陈勉做的决定 谁也不能阻止 只是从这天起 他出现在家的频率 高了起来 我上格斗课 他在看 我上瑜伽课 他在看 我打高尔夫 他在看 我去练钢琴 他在听 我 大佬这么闲的吗 当然 这句话我没敢问 跟老师说再见后 陈勉回来了 他示意我坐在一边 然后递来一打文件 平静道 关于你父母的 我一正 接过来翻开几页 下一瞬 对上他极黑的眼眸 缓缓道 谢谢 他没什么反应 上楼前摸了摸我的头 认真看 想哭就来找我 沉緬 一语成衬 文件信息量很多 一是邓宝珠 伤人给的赔偿费 二是我亲生父母的 真实死因 被邓母弟弟 醉酒撞至身亡 因其怕冬窗事发 邓母被迫收养我 原来 原来如此 这一刻 多年想不通的是 通通有了答案 邓夫眼里的复杂 邓母眼里的不屑 邓宝珠眼里的轻蔑 好似在说 看吧 真相在阶级权贵面前 都是要被踩进你里的东西 滴答滴答 眼泪大磕磕往下落 视线逐渐变得模糊 虚语 滴滴的叹息从头顶传来 别怕 倒抱 这是我哭到失去意识前 最后听到的两句话 醒来 入眼是暗黑色系的房间 我一正 缓缓坐起身 却不料 身后传来一句 醒了 我回过头 恰见陈缅靠着窗 也不知站了多久 嗯 他定定地看了我几眼 然后走了过来 弯腰掐着我的下巴 观察几秒后开口 你挺能哭的 说完 他就走了出去 什么意思 我 太能哭 忽然 我眼前闪过这么一幕 陈缅说完抱抱后 我猛地扑进他的怀里 嚎啕大哭 好似要把这些年的委屈 全都哭出来 一开始他身体僵硬 双手也不知该如何摆放 渐渐地 当我把眼泪醒在他衬衣后 陈缅愈发僵硬 好一会儿 他才叹了口气 一手搂着我的腰 一手拖着我的后脑勺 道 乖 别怕 我不太记得后来的事 只记得陈缅语气 是前所未有的温柔跟平静 只记得我双手紧紧搂住他的腰 试图把他当作我在水里唯一的浮沫 起来 跟我走 我没敢问是什么事 毕竟站了陈缅的床 要么是我梦游 要么是我哭得太厉害 陈缅扯不掉我的手 当然 我倾向于前者 毕竟 陈缅是谁 是大老A 我是谁 是一个无亲无故 只有利益的妹妹 似即此 我的心情末地沮丧下来 或许是我该离开的时候了 邓家别墅 邓父跪在地上 邓母被粗绳捆住 口里也塞了毛巾 至于邓宝珠 整多人好似被吓傻了 正正地坐在地上 偌大的客厅 站满了保镖 陈缅转了转脖子 先是看了眼邓家人 然后看向我 随即拍了拍身侧的沙发 示意我坐过去 当坐下那一刻 他歪了下头 下一瞬 保镖踢了脚邓父 陈 陈总 饶了我 是我鬼迷心窍 见陈缅面无表情 邓父转过头 哭着看向我 昭和 你快跟陈总说是 我们做错了 我们不该拿计划书 哭哭啼啼五分钟 我终于总结出一个是 计划书是陈缅有意安排的 思及此 我抬头看向陈缅 殊不知 他也正好看过来 眼里灰暗不明 片刻 陈缅有些不耐 择了声 保镖熟练地将毛巾 塞进邓家明的口中 紧接着轮到邓母 昭和 对对 对不起 是我错了 看在这么多年的养育针 你放过我吧 我错了 我不该包庇 我深吸一口气 立开陈缅打亮的眼神 转而对上邓母 看似可怜 实则阴狠的眼神 不可能 希望你余生过的凄苦 邓母 陈缅 我没搭理任何一个人 转而低头 十指交缠 俨然一副冷漠无情的样子 陈缅摆摆手 保镖压着邓宝珠 邓昭和 你以为你赢了吗 他哈哈笑了几声 眼里闪过一丝恶毒 随即看向陈缅 没有了利用价值 你只会被他抛弃 很不可思议 来着之前 其实我挺担心 听到类似我被赶出陈家的话 但此时此刻 我无比轻松 毕竟 我的确是带着目的 去接近陈缅的 离开 只是让一切回到远轨 当邓家三口 被警察带走后 我松了口气 转急歪头 看向陈缅 片刻后笑了笑说 谢谢你 哥哥 无论是之前 还是现在 总归是欠你一句谢谢 然而此话一出 陈缅先是 醋眉叮了我几眼 随即伸出手 把手机拿来 下意识地 我后退一步 有些不解地看向他 白教你了 被人骂 怎么不跟我告状 我 他怎么会知道的 可容不得我想清楚 陈缅静自伸手 从我兜里拿出手机 骨节分明的手指划拉几下 又给回我 明天加多一门课 我 大概是我表情过于惊诧 陈缅择了声 告状都学不会 那就让幼儿园老师来教你 我 这句话硬控我半分钟 然分清陈缅毛子里的笑意 我输地肩膀一垮 有些认命也有些抗议道 哥哥 你跟我来 这里是邓家的狗窝 我在这住过三年 那时我刚被认养回来 邓宝珠不太喜欢我 这里是我的秘密基地 地下室很黑 但在这里 我不用看邓母的脸色 哥哥 这是我的成年礼物 同学送的 叙叙叨叨 谈不上告状 但更多的是 希望陈缅在这一刻意识到 我跟他的生活处境悬殊 做他妹妹 已是天赐的好运 也不知过了多久 我接过陈缅递来的水杯 一眼而尽 哥哥 我们回去吧 陈缅没应声 只是脸色比之前 所有时候都要黑 有种默哀老子的暴力气息 不过 他最后还是没说什么 手臂搭在我肩上 就推嗓着回了家 从这日 陈缅又忙了起来 至于我 每天被课程安排满满的 抽空之余 才在电视上知道 邓家最后的下场 入狱 无期 破产 我很清楚 这是谁的手笔 给他发了句谢谢后 就没再聊其他 毕竟 电视上同样播着这么一条新闻 陈生好事将近 同女神附身水湾爱潮 陈缅身居高位 对他趋之若鹜的人多如牛毛 尤其是他吃掉邓家的资产 我合理推测 我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 四季子 我手指妈撒了下 几秒后 给他发了条信息 哥哥 你今晚回来吗 大概那头的人也在玩手机 他秒回复 回 严谨一该 这是陈缅一贯的风格 我摁面手机 深深呼出一口浊气 心里默念 好聚好散 两步向嵌 陈缅比我想象中回来得要快 此时 我正把面碗端在餐桌 陈缅就已落坐在一侧 好整以暇地看着我的动作 没吃饱 我 汗颜 我顿了顿 若无其事地把筷子递给他 可刚坐下 我又起身拿了瓶红酒 镜子给他倒了一杯 也给自己倒了杯 喷 清脆的喷杯声 我避开陈缅头来的打量 且意味不明的眼神 镜子抿了一大口 微色 就如我的 下一瞬 陈缅一眼而尽 顺手把我杯子拿走 懒懒道 有事要说 请注意 不是疑问 而是肯定 文言 我抿了抿嘴 先是啊了声 然后笑了笑道 哥哥 恭喜你 他双手抱毙 没应声 听说你要结婚了 恭喜 我只觉他投过来的眼神 似是带了温度 一寸一寸燃烧着我的脸 哥哥 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 陈缅终于脸了笑意 陈生问 你要走 我恩了声 解释 学校课程挺多的 我可以住在学校 这样你也不用 避开我 然后被迫去其他地方住 可不知为何 陈缅好似能看穿我的内心 簇没问 你觉得我不回家 是觉得你碍事 我 我没这么说哦 这一刻 陈缅是真气笑了 他双手搭在桌面上 你喝醉了 脑子不清醒 先去睡一觉 啊 哦 我点点头 大概是的 不然我为何在这一刻 有些喘不过气 好似觉得 离开陈缅 我就是一条 不会呼吸的鱼 半梦半醒之间 我好似听到了一句叹气声 好笨 紧接着 额头还贴着一道温热 稍顺即逝 和以往都不一样的是 这次醒来 我的手里多了一样东西 玉镯 翠绿 橙色很好 我坐起身 妈撒了片刻后 把它放在床头 却在此刻 见到了陈缅留给我的纸条 睡醒着我 扑通扑通 心跳如雷鼓 我猜不到陈缅要说什么 但未知的预测 才是最让人胆战心惊 可当我打开手机那一刻 页面上再次弹出消息 陈生同女神同框 好事将近 男的俊 女的美 我手指哆嗦 切掉页面 点开置顶好友 寥寥无几的对话 从最开始哗啦 也不知过了多久 我笑了笑给他发了条信息 再见哥哥 随即删除好友 收拾行李就要离去 可没想到 当我打开门的那一刹 陈缅回来了 瞳孔颜色很深 但看不出他的一点情绪 我咽了咽口水 问哥哥你 你怎么回来了 文言 他微微俯身 一手扣着我肩膀 头一次冷声道 你这么想走 不明白他为何如此生气 但我还是诚实地点点头 谁知下一刻 我被陈缅扣在落地窗前 男人灼热健硕的身体靠上来 与此同时 头顶传来一句话 似是咬牙切齿 真把自己当妹妹 我心一颤 脑子也一片空白 本能地回答 对呀 下一秒 陈缅的脸在我面前迅速放大 然后拨的一声 我 惊了 没良心 说走就走 真把我当好心人啊 不是说要当我老婆 嗯 说一套做一套 忘了你抢走我的传家宝 等等 玉琢是传家宝 我咽了咽口水 反应过来后 推散着他的手 却不料被他禁锢住 转而把手带到他腰上 昭和 我们去领证吧 啊 直至一张薄薄的结婚证书 放在手心 诧异才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我拽住陈缅的手 陈寅道 哥哥你 陈缅 我 如果你非要叫哥哥 也不是不可以 我没搭理他的话 反倒认真看着他的脸 试图找出一丝漏洞 然过了很久 他全程只是挑眉看着我笑 笑容坦坦荡荡 只在证明他没有再说谎 也没有再利用我 让时间倒退回一天前 陈缅牵着茫然我的手走到客厅 他一个电话招来了女神周周 那个港媒上号称陈生心上人的女神 也不知是第几回向别人 告诉两人的真实关系 周周美好气地说了句 一个跟爹姓 一个跟妈姓 姐弟 果真是大乌龙 对上陈缅好笑的眼神 我姗姗一笑 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 不过周周临走前 他拍了拍我肩膀 轻声道 去三楼尽头的房间 有你找的答案 说完 他找了个借口 拉走陈缅 偌大的别墅 顿时安静下来 瞥见歪头车辆驶离院子 我深吸一口气 按照周周的话 走进尽头的房间 下一秒 手机从我手中滑落 重重地掉在地上 紧接着 我咽了咽口水 缓缓走进去 入眼是密密麻麻的画纸 不同尺寸 但统一的 画里边全都是我 睡着的 吃饭的 上课的 打球的 穿礼服的 穿睡衣的 哭的 笑的 这一刻 我很难形容此时的心情 只觉胸腔被什么堵住 难以呼吸 害怕吗 不知何时 陈缅又回来了 一双大掌从后背伸出来 然后紧紧孤注 紧接着 陈缅下巴靠在我头顶 语气古怪道 怕我也没用 宝贝 嫁给我 文言 我身体一僵 不知做出什么反应 可陈缅是何人 他能在山海叱咤风云 自然很懂人性 也懂人心 他蹭了蹭我的脸 哑声说 我知道的 你也喜欢我 我 虚 陈缅打断我的话 悠悠道 三番五次装梦游 跑来亲我 真以为我没发现 我 宝贝 我很喜欢 嫁给我 好吗 许久许久 久到双腿有些发麻 我才听到自己说了句 好 番外 沉沉视角 邓家明够蠢 邓昭和也不太聪明 一个为钱 一个为报恩 则 说不出是什么感受 但第一次 我没有想把人丢出去的想法 只是当我问他 想当老婆 还是想当妹妹 这小孩明明很紧张 但还是说老婆 无语 我又不是禽兽 懒得给他说一通 把他收下当妹妹 算我这二十八年来 做过最有良心的事 邓昭和很烦 吃饭看我 坐着也看我 看书也在偷看我 这小孩不知道 自己头转这么歪 会很明显吗 我 瑞斯拜 罢了 可我没想到 他这人还来劲了 谈合作喝多了 我转了转脖子 就要回房间 可下一瞬 我无语了 床上那个活物 怎么回事 小猪仔一样 呼呼大睡 烦 第一次 觉得我太惯人了 小屁还抱我了 可我觉得不大对劲 把我当枕头 还有 睡醒就不认人 怎么回事 找人问了下 是梦游 得利 朋友说我找了个祖宗 可这哪是祖宗 明明是个大麻烦 不过 当我喝醉酒 他还挺有眼力见地 给我端解酒汤 算了 多养一个人 也花不了几个钱 只是 小孩学坏了 保镖说他不按时回家 我暂停会议 边让人开车 边点开定位软件 太平山顶 跟谁 我难以形容这一刻的情绪 本来是打算甩掉这个包袱 但见到小孩跟男的站在一块 我只觉胸腔涌起一股无名火 但见到他眼里的诧异 我情绪又冷了下来 第一次心底有了个想法 谁也配不上他 可下一秒 我也被想法挣住了 不过我秉着眼不见心不凡的原则 频繁出差 可这着实气笑我了 这小孩竟也没有主动给我发信息 呵 白眼珠 可我没想到 小孩还是个瘦气包 邓家这帮吸血鬼都找上门了 他还是唯唯诺诺 这脾气是怎么养成的 我想不通 只好一边给他解决麻烦 一边给他报课 多说点骂人的话 这是我对所有老师的要求 没有学不会的 可惜 邓昭和真的很善良 也很容易让人心疼 第一次他扑在我怀里大哭 我有些束手无策 但唯一能确定的是 我全身也跟着痛 恨不得把邓家人千刀万剐 不过 他能哭出来是好事 起码在我这 他是安全的 无所顾忌的 尤其是我抱着他睡觉时 他全身心里依赖 我缓缓呼出一口浊气 沉眠 你完了 只是邓昭和哭过后 记忆也跟着消失了 他不记得对我做过的事 好气 渣女 可他勾唇甜笑时 我被噎得说不出话 罢了罢了 他开心就好 只是我没想到 他敏锐度很强 当我释放出一些苗头时 他立马就跑了 我 蛮呢 我以为是我太明目张胆 也想着差了十岁 他到底还小 总归要慢慢来 回想着他贴上来时 软弱无骨的腰肢 我猴杰滑动 小吗 都小了 都可以结婚了 可当港媒胡乱造谣时 小孩竟然给我发了一通告别信息 我就很无语 珍珍养了个白眼珠 很庆幸 我回得及时 我冷了脸色 看着他故作镇定的煮面 喝酒 一切如平常 可当他双手搂住我的脖梗 拨一声 我垂下眼睛 紧紧盯着他一双长截吸动 像展翅玉飞的蝴蝶 小骗子 亲吻都要装醉 果然 他睡醒后又要收行李走人 你就很无语 投资局的那些记者 统统要下岗再就业 不过 他喜欢我 嘿嘿 把周周喊来家 他双眼严鱼 似乎在说 我终于忍不住了 很想把他踢出去 可转头看着 目瞪口呆的小骗子 我又忍住了 误会三言两语就澄清了 我正要跟小骗子说几句 但周周比他更烦 说要我送他下山 罢了 给他一个思考的时间 可我没想到周周会告诉他我的秘密 当我赶回家时 他果然打开门 看到了我内心最黑暗的一面 像个偷窥者 把他不同面全都画了下来 当然 昭和他永远不知道 在我全身紧绷欲言难止的时候 是这些一幅幅画伴我度过了最愉悦的时候 不过 他发现也发现了 毕竟 从这一刻我认定了 我 陈勉 要娶邓昭和 要娶邓昭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